說不轉彎沒角,今天為大家介紹的車 就是大陸品牌的電動車,小鵬 P7 Performance 別那麼激動,不必按照片 我們先以平常心意車輪車 一旦有偏見,就會令我們錯過不少車款 在這裏不拋書包說小鵬汽車的法績史 大家自己 Google 便會找到 這部小鵬 P7 是它們的旗艦作 有齊勢歐美、韓國熱賣電動車款的功能 它最長的續航力版本達到706 公里 達陸製的 Model 3 長續航版就是 668 公里 不過大家應該會用 Model S Platt 版做對比 它的續航力最長達到 628 公里 小鵬 P7 底盤用了叫 SEPA 純電專用平台 有模組化和輕量化的特點 車內的系統更新亦與 Tesla 一樣可以透過 OTA 另外亦有 X-PILOT 的自動駕駛功能 以及主動式安全系統 自動泊車功能 但由於這部是左軚 所以我們出不了公路試 亦因為這樣試不到車的自動駕駛和主動式安全設備 但我們會試到自動泊車功能 這次試的這輛是 Performance 版 有四個馬達 430 匹馬力 660 mm 扭力 0-104.3 秒就完成了 而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這輛車 我們將它與 Model 3 Performance 和 Model S Platt 在數字上做一個對比 這輛車的聲音很厲害 我個人在玩遊戲機 這輛車的聲音很不錯 收到很快 大家在畫面都會看到我剛才推了一下 其實它的力度和力量都頗有感覺 現在到達 Sport Mode 暫時整個感覺就是 這輛車的車架和底盤都很紮實 輪胎的感覺都很實在 為何說得這麼慢呢 因為我想細心感受它所有東西 始終是第一次駕駛這輛小鵬 P7 我想很細心地用我全身感受這輛車 所以第一就是駕駛駛駛駛駛駛駛 第二就是它的鼻震 然後它的操控感覺 這輛車我一直都在用Sport Mode 駕駛 你會發現它剛才提到的 有的油門和駕駛駛駛駛駛都很靈敏 它的座位置都很紮實 所以它的人都會很單純的椅子 不過這台軚軚軚軚軚 嘴邊軚軚軚軚車軚軚軚軚軚軚實現 坐了那麼久,我們試駕駛地 但我聽到很微弱的駕地聲,所以隔音也算不錯 給我一點點力,加速就已經在了 所以我很期待在公路上試駕 就可以發揮更好的整輛車的操控和馬力的感覺 很安靜,很出色的一輛房車 它的懸掛比我想像中調得好 它是舒適的 特別是凹凸的路面,雷震的程度是頗上乘的 不會令乘客有那種死硬著目的感覺 同時它的支撐度亦頗為十足 所以在調校懸掛方面,我都給亦頗高分 因為房車始終都是車格大小 整家人的床,這個懸掛都算做得不錯 在這個地方,事實甚麼都好 因為甚麼都試不到 我們現在試駕車模式 我們試駕車模式的畫面 現在我們就走過去 按開始 請踩著煞車,點擊開始 現在踩著煞車,按開始 請鬆煞車 好 其實它這個自動泊車是蠻出色的 因為我在歐洲各大車廠 它們也有示範過自動泊車的模式 說真的,可能因為比較遲遲兩、三年前的事 我覺得當時仍未做得很好 但它這個小鵬的系統算是不錯 因為剛才剛好在左邊位置 很貼近水泊車的位置 但它也值得知道很近,馬上回軚 我覺得這個不錯 而且它的顯示器是不錯的 它掃描整個泊車位置,它升得不錯 這個也值得一讚 剛才試了按鈕,現在試駕音 不如有請 小P 你好 你好 小P 嘿 我要有泊車 找到一個車位,是否開始自動泊車 這個應該是鏡頭前面的 要經過車整個位置 請踩住煞車 找到一個車位,是否開始自動泊車 還未說開車 不,你的衣鞋要 衣鞋要 泊車開始 請注意周圍環境安全 你也發現到新大陸 不好意思 不要緊 A R 再來我要 因為它會修正 好可憐 好可憐 火車已完成 好可憐 非常不錯 當然,大家一定會說 這麼空曠的地方 當然是 但我很想說,即使我在歐洲試駕駛的品牌 其實自動泊車也是在很空曠的地方試駕駛 所以可否在街上的環境試駕駛 我也很想這樣做 可能我們之後這輛車能夠出街的時候 就問廠方可否讓我們試駕駛 在街上實際情況 還不知道自動泊車 好了,第一次坐在這輛P7 其實整個造工感覺上是不差的 老實說 比起我平常印象中的國產車 比如說比亞迪等國產車 其實它的造工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層次 我覺得它的造工有點貼近韓國車 例如現代喜亞的感覺 它有些東西都是很參考不同車廠的做法 例如這個軚波 一看就知道是Benz 例如這個雙螢幕的配置 說說它的整個座椅 我現在調校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座椅 但我發現它的重心也比較高 但它的座椅其實不差 不過因為它因應不同的人的身形 我真的蠻懶惰的 因為它的腰間的血位是像蝴蝶般向外反 不太能夠包含我的腰間 但如果大份一點、胖一點的朋友 應該會坐得比較舒適一點 但其實它的質料其實不太差 其他東西都是一貫車的東西 沒有太多經驗特別的地方 例如杯架、杯架、前面放東西 這個手式箱的空間 都是很正常的東西 即是有USB 位置、充電位置、12V 電源 後方有一個出風位置 整體感覺不算很特別 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正常的仿車的一個配置 左手邊這個儀錶板 這個屏幕 左手邊這個位置當然是軚壓 都頗一無了然 這個我覺得值得讚的 可以隨時看到軚壓的情況 右手邊的位置當然是用了多少電 行車的距離、還有多少續航力 下面亦很標榜是用了NEDC 一個標準 告訴你續航力是多少 P7 所用的系統是他們自己做的 介面設計非常耐地 真是很多資訊派到密碼碼 又有些混搭了Tesla 各種介面控制的感覺 我個人並不太喜歡這種設計 因為都比較暖 另外它的冷氣最低溫度是18度 但是風力也頗弱 拍攝當日試過較一格風力 近乎沒有冷氣 熱到我死了 冷氣這家東西都是日本車好 畢竟小鵬現在都在進軍歐洲市場 所以它一定會有英文版本給大家 另外它未有聲控 我想大家看資料時都知道 當然聲控只能夠普通話 我亦都問了它有沒有廣東話呢 不久的將來是會有的 因為小鵬是將來會在香港正式發表的 當它又載出來了之後 所以廣東話的聲控是會做的 好,座鵬是坐在座駛 我覺得座駛的感覺有點像飛機 最大原因是平時坐車的腳伸反而可以可以很直 所以它呢 如果我們有一個最正常的坐姿 大家就會發現我們的膝蓋是甚麼 我個人覺得沒有太大所謂 我覺得整個感覺都可以 但有些人可能想新積一點腳 要自己調校 所以我想知道大家對於它的設計有甚麼看法 不妨在留言區和我們一起談談這個設計 來到後座,我認為後座是出乎意料都頗舒服 首先我覺得要稱讚的是 它跟Tesla 一樣,兩個天窗都是防 UV 所以就算有這麼大的天窗 Clamon 這麼猛太陽,我出來都不會覺得很熱 都是舒適的,所以我覺得值得稱讚整個想法 可以說它是跟人,但始終都能做到給你 它的座位設計和用料,我依然覺得都頗氣出望外 因為它的皮革物料,我是沒有想過它做得頗理想 其實在國產車來說 我經常都強調我是第一次坐下來的T7 所以我是第一次感覺到它的造工其實是比我想像中好 它有冷氣的出風口,也順便有兩個USB 位置 但我覺得如果它可以調校溫度和風力大小 就更理想了 整條影片就看到這裡了 大家可能會忍不住再罵我 影片是否收了錢,說了那麼多好處 缺點你又不說 為了證明影片是否沒有收錢 我講一輛車最大的缺點給大家知道 就是大陸品牌,大陸品牌吧 其實說完這一點,這條影片早就能夠收工 正如韓國品牌一樣 即使有好的造工和科技 都需要一段多長的時間才能夠成功集中香港 同樣道理,以車輪車 小鵬 P7 已經是一輛非常紮實的電動車 在大陸,車價便宜,造工好、配套好 有多好,單是電池終身保養便足夠 香港還在找甚麼?五年或十萬公里 香港市場會怎樣? 為了以知嗎?真是來到香港市場才算 再者,大家有沒有耐性 影片看到這裡都未知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覺得好看的不妨 Like 和 Share 看廣告和訂閱頻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好看